傳說在台灣北部的山區裡 住著一種神話級的螳螂 他們比蘭花螳螂還要珍貴稀有 這十年來看到雌蟲的人 甚至比種樂透的人還要少 他們是台灣螳螂界的聖杯 其名為 角凶奇夜堂 嗨大家好 我是熱愛螳螂的韋爵老師 很久以前 他們曾被稱為角凶平頂堂 後來因為分類地位變動的關係 現在叫做角凶奇夜堂 台灣有兩種奇夜堂 一種是本期的主角 另一種叫做衛式奇夜堂 他們最大的共通特色 就是頭上都長了一隻腳 而角凶堂的頭腳又更為特別 上面有著絕類葉片般的鋸齒構造 在陽光下就像片透明的葉子 不僅如此 連腹部的兩側 以及中後足的地方 也有綠色的葉狀突起物 這些構造都讓角凶奇夜堂更能融入環境 免於天敵的追蹤 躲藏於森林的角凶奇夜堂 就像林中的仙子一樣美麗 試著找看看它躲在哪裡吧 另外 他們在中國大陸的親戚 會以弱蟲的形式度過寒冷的冬天 算是壽命頗長的螳螂喔 最後 關於角凶奇夜堂仍有許多未解之謎 期待未來有更多相關研究 好啦 以上是本期一週一堂課的介紹 我是熱愛螳螂的韋君老師 希望你也喜歡本期的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